那我们请各位就下载那个范例档,那范例档当然有入门进阶 那我想主要我们是入门,看一下进阶,进阶题目可能比较难,后面看有没有时间讲 那另外就是说呢,还有讲义,讲义的话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你不太清楚的部分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个是里面的相关的解说,那还有就是云端画面,云端画面一样会分类 总共这边有四道题,第一道题就是通讯产品,所以通讯产品里面你把它打开 那其实就是完成画面,首先的话我们要分成三个,一个是把资料正规化 那所谓正规化就是说,你今天要利用那个枢纽分析表,把它做成报表的时候 你必须要先让资料变成他要的资料格式,所以你可以看到假设你打开刚刚那一题 第一个会遇到的问题是说,他这边有区,我们要统计的实际上是这个产品的名称 可是问题这边只有编号,那如果你要做编号,将来如果你要画什么,画报表 统计报表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针对这个名称显示 那显示出来,如果他的名称是一个编号的话 比如那个编号叫什么,编号叫T001,T002,T002 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第一件事就怎么样 要把编号变成名称的过程,OK 也就是说,我怎么样把刚刚这个,有没有,这边这样的东西 有没有,你要帮我把它变成什么,变成像这样的东西 旁边要有名称,区域的话也是名称 但是你要把它变成就是区域的名称 就是那个名称是要出来,而不是用编号,OK 所以待会第一件事,你可能要先在什么 产品名称旁边按右键 先选C栏一下,按右键,插入一个一栏 做什么,把这个产品名称帮我复制一下贴过来 那这边就有个产品 你就要把什么,T01变成什么,大哥大手机 T02的话,就是有线电话 但是你这边当然不是说叫你怎么样 用那个,用眼睛看的,OK 那你需要什么,用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呢 基本上会在检视与参照里面 的一个非常重要函数,叫Viru函数 这个函数呢,就是让我们不用涂法链钢 而他会自动帮我把,我这个编号是什么 帮我把名称查过来 Viru函数,那当然一年级的同学 就现在又二年级同学应该有学过 那如果你以前没有特别用过那个Excel的话 你可能要想一下,第一个 产品名称怎么做 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 一样在那个区域编号旁边 这个把区域名称改成区 区域编号改成区域的名称 那所以一样在一栏插入一栏 然后把区域把它贴过来 不过会有个问题 在我们制作枢纽分析表之前 记得你这个资料 如果以前很多人很喜欢用所谓的跨栏制中 所谓跨栏制中就是说 它这边实际上其实它只有一个储存格 但是它其实跨了总共五个格子 所以呢,如果你今天要查询的话 你会发现它是一对五 可是不对啊,一对五不可以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记得第一步 请你把第一栏选起来 把它的跨栏制中取消掉 也就是说不要用跨栏制中 把它按一下 你会说跨栏制中取消掉之后的话 它会变成说本来是 跨了五个储存格 现在只有一个储存 那怎么办呢,底下怎么办 底下你要必须再把它 这些其实都是A02 把它补上 那补上不是叫你什么 Ctrl-C 有没有同学 Ctrl-C,Ctrl-V,Ctrl-V贴 这样有点不是那么聪明 怎么做比较快呢 向下填满 但是向下填满会怎么样 会自动加一号 怎么办 很简单哦 你向下填满的时候按Ctrl键 Ctrl键按住 就会一样哦 OK,所以特别之后 那不是叫你把它贴贴贴 Ctrl键按住 然后向下拉一下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我要的资料填上 最后呢 全部自中算了 全部再选一下 自中一下 OK,然后让它自中一下 那我就可以把产品名称 跟区域全部查完 查完之后呢 第一步我们所谓的 那个资料正规化就完工了 所以我要看到的就是这个 有没有 旁边有名称 这边有区域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再把那个 就是 报表做出来 那这个地方当然 我们可以看到了 资料里面就是 会有哪些名称 就卖什么东西 不过这个资料比较旧 不过你不管 反正就是公司卖什么 你就基本上 那哪个区域 那如果说我今天想要知道 哪个产品卖最好 第一个 当然你就可以分析 如果老板说 你告诉我一下 这里面哪个东西销售 销售的金额最多 怎么办 那你岂不是马上又要把它变出来吗 他说老板说 哪个东西卖的台数最多 那你要把它告诉我 OK 那哪一个台数卖最多 并且是北区的地方 OK 如果还在加北区的话 你怎么告诉他 对不对 所以如果假如 你对于这种资料 不太熟悉的话 那以后 你的老板会觉得说 奇怪 你到底有没有学会 应该学的东西 因为在实际上 反正你们到 以后到职场上面 基本上都遇到这种问题 因为公司一定会有产品 他卖的情况如何 然后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说还要配合什么 年度 比如说哪个产品 在这个年度跟下个年度 有持续非常成长 成长的状况非常高 那你就要知道说 哪些产品可以大量去推 那哪些产品呢 他慢慢的在衰退 甚至最好你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产品的那个成长或衰退 用那个画图的方法 让老板看 老板说 老板你看 这上面 你会发现101年跟102年 这个产品 你看 两年差多少 爆充 有没有 那你要让他知道说 这个地方用图来看会是最清楚的 那如果另外这个产品 他的 你会发现这个年度有成长 有比较高 下一个年度 哇 有些几乎零的 表示卖不出去了 那怎么办 这个产品可能慢慢 要知道怎么样 可以 不要再推了 可能要不要换一个产品 OK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怎么利用 数字 最后把它变成图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第一个 先把这个范例栏打开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呢 在这边 加入两个栏位 并且把这些查过来 那查的方式怎么查 比较快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操作 如果你工作上 这些操作不会的话 跟各位讲 以后真的很麻烦 你老板应该会对你的专业 是产生疑虑 会有很多疑问的 好